Lubuk Dora 警察局 就在他们的Lubuk Dora的警察局 有一天就开始被村民们突然间攻击 Disserang Olipeng Ikkutnya Yang Tiketai Olipeng Udabidin Iman Perangwei 这两个就是反抗军的其中一个比较出名的人 他们就去攻击 袭击我们的Police Station 我们这个叫做Ruma Paso 一群人就来攻击这边的警察局 另外一群人 Duk Udabidin Iman Perangwei 也去攻击 Bentong的这个警察局 也去攻击这个警察局 攻了过后 再去攻哪里呢 再去攻Demelo的警察局 为什么去攻Demelo警察局呢 因为 尸体藏在这个地方 他们的Bak Udab的尸体在这边 为什么派人来去攻Demelo 这个地方先呢 因为他们要声东击西 就是给警察 一下子这样 人手不足 给他们 骗他们 所以阳攻这边 然后实际上是来拿这个地方 Demelo 给警察两头不道安 Tato Bahman亲自来这边拿尸体 Tato Bah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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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la Zahid 看到没有 他们非常聪明的 分开来 打仗 OK这个是我们 我看到Tato Bahman 非常精明的一个地方 所以 成功吗 非常成功 因为 他们都没有想到 原来村民会反抗 所以 D-Tam 非常非常的成功 Bajayu Malala Bajayu Bajayu OK 拿出了他们的尸体 而且 还拿完警察局里面的 所有的什么 武器 Sanapan Bajayu Tala Diambil 他们全部偷走完 OK 为他们下一波战争 拿好他们的装备 OK 加续 Ecoran Kajayan 经过了这件事情后 英国人彻底怒了 OK 他哪里可以接受自己 叫没有面子 给马来人打败 所以英国人这次讲 我认真了 他就准备了一队的军人 Yang Tikertoy Olet Despro OK Yang Tikertoy Yang Tikertoy Olet Tikertoy Yang 50名警察 当然是有先进的武器的啦 Yang Tikertoy Olet Olet Sudan Sudan 就是我们所谓的 玉林军 王 王宫里面的部队 也一起清操而出 300个 Yang Tikertoy Olet Tungu Ali 马来王上那边的将军 Tungu Ali 跟联手警察一起 来剿灭这个Tato Bahama OK Tato Bahama其实听到这一场 有马来人一起来攻打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比较不愿意的 为什么 他们觉得 Tungu A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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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 中文我们要马来人跟马来人打 要我们就跟英国人打 我们不要跟马来人打 可是现在两边一起来 这就是英国人非常聪明的地方 OK 因为如果只有英国人来的话 马来人会打得很爽 可是有 苏丹的Tungu Ali 绑手绑脚 他们就比较不能为非作弹 OK 可是 正当他们这个船来到接近那个 Sungai Sementan的时候 Tato Bahama就 聪明的他发现了一件事情 原来 英国人跟马来人是 乘坐不同的船 也就说他们是分开的 他们不是mix size 所以怎么办 Berahu yang di nai ki o le desporo Dia des orang ascan Sutan 一个马来人都没有 在英国人的船上面 所以他们讲来 集中活力 只对着 只对着英国人的船 射墙 OK 大家就开始讲 Nato Bahama Berahu yang di nai ki o le desporo OK 然后 就射他 而且他出了一招 绝招 还记得什么绝招吗 他们早就在这个 河的里布绑了一条链 对不对 所以等到船一接近的时候 他就马上拉上那条铁链 所有的船直接沉船 OK 英国人的船沉 马来人的船没有沉 OK 所以 他们英国人彻底大败 然后马上 退 打退堂鼓 回家了 OK 所以第一场战非常成功 但是 Ascar Sutan 没有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Clipford OK Huge Clipford 这个英国人 Ded up 跟Mirror 他非常的不开心 Ded up 他觉得你是不是跟 Ded up 巴哈曼私底下串通 为什么我的人死那么多 你的人一个人都没有死 OK Ded up Ascar Sutan 两缺的热 你一个人都没有死 你要讲脚带 然后网上讲 我真的没有 OK Clipford Clipford 就开始威胁我们的这个苏丹 他讲 我要把你丢去 印度的岛屿 如果你不努力的解决这件事情 OK 所以 Roger Sangat Mara Kabada Tato 巴哈曼 Lalu Mbawa Sutan Tanggu Ali Kasamatan 所以 这位老师讲 他们就带着这个苏丹 跟 Tanggu Ali这个将军 假假的 去找Tato 巴哈曼 英国人讲 你们现在去找 Tato 巴哈曼 你自己的名义 OK 你当做 我不知道 你去跟他面谈 OK 你跟他讲 我们会来拱你一次 你不要打我们 我们只是假假来拱拜 OK 你放我们进去 我们假假来拱拜 OK 你就去跟 Tato 巴哈曼谈 叫他们开门 开掉那个城墙给我们进去 OK 因为你是苏丹 他听你讲话 OK 看到吗 开始要做一些计谋出来的 OK 所以苏丹 可以拒绝吗 没有办法 只好照做 不然他自己都要被丢去 印度的 所以 他们苏丹就成为 在夜深人静的网上 偷偷 假假的偷偷来 见我们的Tato 巴哈曼 OK 然后Tato 巴哈曼就信你为真讲 我真的支持你 OK 所以网上讲我支持你们反抗我 Sorry 网上讲支持啊 他说我现在很悲 我无奈 英国人要我来供你们 怎么办呢 他讲 你们可不可以 配合我一起演戏 OK 网上 我绝对听你讲的 Tato 巴哈曼 你决定陪他一起演戏 演戏的 结局就是 苏丹答应他 会原谅他 OK 苏丹 事成之后 我原谅你 跟我 我恢复回你的官职 OK 所有的人 你可以回去这个 甘榜里面 你就不是那个被我们通缉的人 OK 可以吗 你只要配合我 这一次 OK 我跟你打仗 但是你不要杀我的人 你让我的人 上 上案 假假 给我们进去 当作我们营了 可以吗 然后 这个Tato 巴哈曼就讲 OK 没有问题 我配合你演这套戏 OK 回到去 他们就跟所有的反看军讲 明天 我们的这个苏丹 就会派军来讲 攻击我们 可是 是演戏的 不用害怕 我们千万不要伤到他们 开门给他们进来就好了 给他们上案 OK 听完了过 马雷拉就是他的孩子 就开始怀疑了 有这样好死吗 真的是 他们不会杀我们 他说真的吗 他说 他爸爸讲 真的 相信我 我跟苏丹已经谈好了 OK 第二天 国真 我们的苏丹派军 来了 这个河岸 河边 准备上案了 由我们的 Zahid在 上岗的时候就看到了 他就马上通知大家 OK 等南巴斯公布兰阿斯卡苏丹 那跟 特兵 巴斯特安将 就上岗 OK 可是 他们原本准备要反抗 我们的这个 Tato Baham 怎么办 叫全部人 把枪对天空乱射 演戏 所以 Zahid听到这个命令 Brasa Kachebo 因为 领导人 真的相信网上讲的话 叫所有人向天空乱乱射 给他们成功上岗 演一套戏出来 OK 可是当 苏丹的军队一上岗 事情就不一样了 OK 为什么 Zahid就看到 不对劲啊 这些苏丹军长上来了 没有打仗 只是演戏的 可是苏丹的军队拿枪射他们的人 Mali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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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王 两个反抗军的首领 Reba Demba 什么是 因因 Balari 他们讲 反正都不要打了 大家就跑回去那个城堡里面 可是他们跑回去的时候 给 英国的军 Suddan的军 射杀 OK 所以大家讲 谁咯 应该是 骗人 等到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其实 已经是劣势 已经是泰词了 OK 而我们的Dato Baliyah Raja 也是其中一个反抗军 就马上的冲出去 帮他的兄弟报仇 Mangamuk 就是发狂了 云乐了 Gabara Askar Suddan 但是Dato Baliyah Mase Baliyah 他冲出去杀人了 Dato Baliyah 还讲 大家还是不要撕 不要撕 OK 只有他不要听我讲就算了 你们也不要 你们听我讲 这个Dato Baliyah 就冲 Baliyah 他们就stop住大家 Dato Baliyah 就冲出去 结局怎样 连他都被射死 Dato Baliyah 也被射死 OK 他射向 Askar Suddan 可是最后却被 Askar Suddan 射杀 死了 OK 然后到最后 大家就愿意听Dato Baliyah 们讲 大家就马上 我们没有射你 拿枪上来 投降 OK 但是 我们的 Suddan军队 还是把 Iman Baliyah 跟Dok Muda Bindin 这两个是反抗军 OK 杀死 虽然他们投降 Walapun Dala Manyurah Biri 他们投降 还是怎样 被杀死 所以在这一场战争 是一场 欺骗 是很阴谋 所以到最后 所有的军队 因为他们没有准备 他们被他们的领导人 Tato Baham 错误的执令 错误的指令 导致全部人没有办法来得及防守 全部被 杀死 杀的杀 被抓的被抓 OK 那只剩下 Tato Baham 他们讲 成功的 逃离了 这一个 Kotter 这个Kubo 他就逃走了 坐船逃走了 OK 这件事情过后呢 因为英国人就已经成功的剿灭了这一堆反抗军 所以英国人就平息了这件事情 所有人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Makilau Makilau就是他的老婆 Kedarak Kelubi 就是去王宫这个地方 带回了所有的信 赦免信 我们叫做 OK 特赦所有的 Penudok Samantan 没有罪 OK 但是 他们却要通缉 Tato Baham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就一定要抓到 Tato Baham 如果没有抓到 我们是 不会放过 OK 所以一定要抓到 OK 但是你们全部人 没有事情 OK 所以只要你们看到哈 他跟我讲 我就放过你们 所以整个村民就已经被赦免了 唯独Tato Baham 是被统缉 OK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过后 还是抓不到Tato Baham 因为Tato Baham逃走了 Ascar Sultan Bihar English 英国军跟 马来军就讲 来到了这个村庄 找Tato Baham 可是他们找得到吗 徒劳无功 因为Tato Baham其实已经逃走了 了解老师给你们看一个 地图他们逃去哪里 所以村他们就看到找不到Tato Baham 于是怎样 他们就拿火 烧他们的干部 OK 他想 哎呀 竟然找不到 逼他出来 烧掉这些干部 OK 拿火烧 然后这个消息一出来了 Tato Baham已经撑不住了 他就马上现身 救他的村 他就出来 杀死亡这些军人 杀完了后呢 他就马上逃走了 所以他逃走去哪里呢 Tato Baham 没杀到 跟杀到 马去老的村庄 在村庄 他们最后逃去了村庄 这个地方 Tumberland这个地方 你看老师的鼠标是在这个地方 而 Lubuk 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一杀完了英国的军人 他就连夜逃跑 来到这个Tumberland River 就是村庄 的这个地方 躲住 老师看了这个地图 我也觉得这个 Toto Baham蛮能跑的 为什么 走路要走42个小时 或者46个小时 因为我们不懂他的路线 OK 也就是说古人 如果今天要去那个地方 他们是要跑一 两天 OK 整天都要再逃跑 OK才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躲起来 这样子 所以那么最后有没有被抓到呢 最后 英国人就找不到他们了 Zahid就找不到这一些 他的领袖了 Toto Baham蛮 他就躲起来了 OK 故事的最后 有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OK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 经过了 就是整个反抗 英国人军队的一个故事 OK 所以同学 这个就是今天的整个 大纲了 OK 所以同学希望大家 这个老师跟大家的讲解 能够帮到你 快速的了解这个故事的 整个 来龙去脉 儿童学们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觉得不错的话 也麻烦你帮老师分享 你身边的朋友 也让他们可以看得到这支视频 OK 希望你帮老师点赞 关注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支影片见 然后 祝你们学习愉快 拜拜